大家好,我是乃侧 今天又来到时间成效比最低的系列 爱上火车了 有关爱上火车在这条影片已经详细做过了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十月新翻 铁路浪漫谈第二季 铁路浪是世界小说爱上火车的动画版 不过不知道为什么人家做游戏的角色们 不是变容套就是消失了 所以原本我是对铁路浪没什么兴趣的 不过在今天看了PV以后好像有点不同 首先这一季的中子是 意思是 把地狱的魅力用声音传开 起码是有了主题了 而且是一个蛮新奇的主题来的 毕竟在第2期游戏以后爱上火车的团队坐在集中语做音声 也就是Lado 主力做ASMR 呃好赚吗 呃不赚还抽到第二季吗 是有好几部影片 是由爱上火车的声优所配的 不过名字是打真名 而不是配Gail Game的艺名 也就是大家所说的与下海相对应的上岸呢 所以Lado2以及戴慧慧提的LadoOrigion 都在证明他们正在想全面上岸前进 没错在Lado2的PV中出现了Sotetsu的姐姐 Fakura Lena 以及Baleto 这就让我很有遐想空间了 主角应该轮不到他们座 不过即便客串一下对原作玩家来说 已经是很满足了 至于动画形式应该会是泡面番 不可能第一季三分钟然后第二季是十分钟吧 不过要怎么把声音这种需要时间传递的东西压缩到三分钟呢 我觉得风险有点大 额我看过人作编剧进行跑的 Shoai 叫做Zerudo no manetsu no Hzo 里面又有个Lado2的现行故事 当中就是Lena磨开遍头的情节 而且那英偎市场是 WE pseudo 总之是蠻神奇的 不知道AXMR跟Tanny 有啥关系 我也想不到愛上火車今天會走到這個境地 現在你可以看出他已經從人本的遊戲宣傳影片 變成了一個以該做取景地人籍的旅遊宣傳影片了 上一季就是環境之路而這一季就是直接工商了 也理解為什麼他們要急著上岸 畢竟在2016年的熊本地生之後 全國穿鐵路就因為推出了用愛上火車角色的紀念車票而被投訴 其實Easy點我都蠻想去人籍的 又或者是趁著SL人籍還沒有接觸營運籍前去 不過我是不可能去換大騎之後直接飛到熊本吧 那就很可惜了 如果你真的想玩人座的話 官方出了一個復刻版喔 叫做雷露羅羅馬尼津古Origin 愛上火車 天然 哇聽起來超帥的吧 雷露羅馬尼津古Origin 將會在12月21日發售 將會複刻last run 以及其他情節的音樂 並且拔掉所有的R18元素 普通碼4180日元 發行版3080日元 不過可惜的是 金警報明確說了不會有新劇情 大家不可以不用買了 不過有一個亮點就是有官方中文 which是前作 prestation 以及last run 所沒有的 也因為目前前作 你還是能夠在steam那邊買到 基本上Origin 是拿給粉絲支持用的 這方面日本人的處理是真蠻厲害的 現在已經看到不少人在官方消息 所以還沒發佈之前就預購了 對我來說最大印象應該是主題曲 Orboard 真的超好聽 沒玩過的也可以來聽一下 反正我是直接進格單了 總之愛上火水做了一個我非常喜歡的遊戲 看到今天這樣子 是很遺憾的沒說 但也只好接受了 來看看lotto2能夠帶給我們什麼東西吧 也就之前說一個脆文 就是愛上火車的翻譯 在以前還沒有代理中翻的時候 這個神之翻譯主把遊戲人們 Maites翻成 魚鐵 為什麼呢? 因為遊戲背景是大沸線以後所剩的地方鐵路 之前我說過有魚下之意 而現實中的球魔傳鐵路 也是當年日本國營鐵路 所以遺憾的鐵路 也符合魚下的意思 而Maites的意思 就是運用著各地方的鐵路的鐵路愛好者 簡單來說就是 我的鐵路 而魚鐵龍剛好對到這個意思 也就是說 在意義以及執意上面 魚鐵無疑是最佳的翻譯 只要今天我也認為是最佳的翻譯 當然愛上火車也意的很好 尤其是這個愛上火車以及愛上火車 這兩個段句 更有一種莫名的暗示感 你懂的 相反最沒有色彩的應該就是鐵路浪漫談了 怎麼說呢?翻得有點太直白了 今天裡面到此為止 如果有條件的話 我想在結束高山噩夢之後 去拜訪一下人機 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小城市 探索那裡愛上火車所生無疾的痕跡 也探索這個正在消亡的城市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這段影片的話歡迎點讚 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再見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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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